來 搧電好朋友來交通 妳好 妳好 請問妳幾歲 畢姓許 許小姐 問自己嗎 對 我要問我本人的財運還有婚姻 財運跟婚姻 對 好 妳都在出生年過日 我生於66年 3月23號 已時 幾歲 好 要問財運跟婚姻 對 因為我本身現在是剛離婚 對 我現在單親媽媽 然後就壓力很大 然後我想要請教老師或是教授 對 好 好 我們晉雲老師給她考慮一下 好 來 許小姐 對 老師 妳好 那妳剛才說的 妳要問妳財運跟婚姻的問題 對 相信妳這段婚姻是剛才結束了多久 對 對 麻煩的為何 所有的原因 其實齁 真的有這一段 因為有時候妳的思想來得 比較偏激一點 可是 因為我 怎麼講 因為我在那段婚姻 剛結束這段婚姻 我覺得其實不是 不完全是我跟我老公 其實很大原因是因為我 就是婆媳關係 喔 婆婆的問題 對對 因為婆婆姻心變很重 我對她很好 她都會 都會想說我是不是要害她 她好像有點 被害妄想症喔 對 好像有點 正說妳做到老公 陰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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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陰就對了 對啊 那我就有點受不了了 嗯嗯嗯 所以 我後來就想說我在那個家庭 我沒有辦法待下去了 是 可是妳老公願意嗎 也認同嗎 嗯 老公就是都不吭聲啊 都不吭聲 不表態耶 對對對 嗯 因為說真的我精神壓力我受不了了 精神壓力啦齁 對 嗯 如果說現在裡面 那孩子是妳自己娶嗎 還是說 何先生 嗯 小孩子是跟我 跟妳 對 那妳一個人假如說真的啦齁 妳目前來說 頭路上 財務上 應該是為第一 可是就是說 妳本身妳自己的材 嗯 很奇怪 也是 很難耶 很難是指 工作的變化點很大 除非妳去做業務 跑外面接Case 喔 因為人家說要看老入財 嗯 可是小孩子這麼小 妳要怎麼照顧 嗯 對 那 那 本身來講的話 老公都不會想回來求妳回去嗎 嗯 因為老師老師 可是因為我說真的 我覺得蠻娘男的 因為 我如果說 就是回去那個家庭 我覺得齁 還是會 我沒有辦法去適應他們家庭啦 對 但是我跟老公說 那如果搬出來住 嗯 她也是蠻孝順 她也是有想到說 是 她的 要照顧她的爸媽 那其實她 很孝順 這一點我 我說真的 我很喜歡很欣賞 但是說真的 我自己本身我跟她爸媽 我 我真的沒辦法跟他們相處 我不知道怎麼辦 嗯 徐小姐齁 鳳君妳一句話啦 人家說幼兒子不會變壞 妳相信嗎 這個我相信啊 對 不過說妳對婆婆 之間的觀念 是不是說 人家說老母子疼子 會吃醋 譬如說妳對身心會比較黏體 有時候花一些時間 做一些民主 來給她 那這樣子去 建立一個家庭 不過妳們都理了啦 最主要是 妳還有希望 荷望有一段 下一段因緣嗎 嗯 老實講 我還好耶 還好嗎 這一段婚姻 就讓我怕怕的 嗯 那 倒不如 先自使持利 找個穩定的工作 把小孩子也 帶好 因為說比較淡白 妳本身來說婦威 也比較薄人 嗯 那 一世人裡面說 工作上妳就讓人打天 妳是一個領導格局非常的強 不只要是完全都靠十分 走出來就走出來 齁 那妳就得祝福 齁 齁 齁 這樣子對妳來說也公平啦 齁 這個家庭裡面的人說 呃 尤其這樣子 這個也不是那個也沒也不是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齁 精神的憂鬱症都是這樣來的 齁 齁 所以說心情這個也很重要啦 齁 想開一點 好不好 好 那建議妳的當中裡面就是說說 今年妳可以多多的呃本身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多穿一點白色的衣服 或者黑色的 齁 增加妳在這方面的人員能力去幫妳找到一個呃 加強妳自己的才氣 喔 好 好不好 這樣子對妳可能就有一個好的幫助點 嗯 好不好 嗯 不會 好 老師的建議就是說面對他 處理他 就放下他 他一定 已經處理好了 你就要放下 你還要一直在糾纏那個問題 一定解決了嘛 對不對 就要放下喔 好